民众录影马路上整条路几乎摆满鞭炮 号称炮阵长达一公里 红色鞭炮密密麻麻 看不到国游路面 一长串鞭炮狂炸 还不断喷出闪闪火光 超惊人 鞭炮一路往前轰炸 不停炸出巨大浓烟 直窜天际 浓烟往天空窜 已经超过三层楼高 一旁民宅完全被浓烟淹没了 鞭炮连环放超大声 民众无耳朵躲在车后面 夸张炮阵就在嘉义梅山乡 二号有民众录下 整条马路几乎被鞭炮轰炸 浓浓黑烟旋转而上 就像龙卷风一样 不断往前进很夸张 民众控诉真的是空屋了 附近居民根本狂闻 PM2.5 当地居民说鞭炮阵实际大约长80公尺 虽然不到一公里 但噪音很惊人 一样狂放鞭炮的还有这 大火狂烧 取红色火焰还黑烟往上窜 民众PO网台南柳宜庙会 鞭炮炸进民宅了 消防队货报前往灭火 还好只是民宅旁的杂草燃烧 没有人员受伤 整条路放鞭炮浓烟窜天 环保局将开罚 空气污染罚1200到10万元 环境卫生是路面复原状况开罚 整路鞭炮炸出浓烟火 花很吓人为神明庆祝 下场却得收把单 记者将一台南赛访报道